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续的高速高精度的运行作业 还不能出问题 如今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工业机器人 都应用在汽车厂 但是纵观中国120家汽车厂 90%以上的机器人都是国外进口 购置的成本 包括后期的使用维护的成本 都是非常高的 如果不能实现自主可控的话 其实对整个产业影响还是比较深远 所以这个环节一定要补上 总装车间里 刘伟正在带着团队装配大负载机器人 这些六轴机器人可以负载210公斤 都是为汽车厂研制的 2008年还在读博士的尤伟就参与了165公斤 大负载机器人的研发 现在他带领团队向更大负载的机器人发起挑战 但大负载机器人最难攻克的就是精度 200公斤负载的机器人 他相当举了一个400斤的东西 以很高的速度快速定位到一个点的时候 他每次到这个点 他的之间的误差要达到 国际主流的这个水平是要达到0.06 到0.08毫米这样的一个范围 这就好比关公挥舞着80多斤的青龙掩月刀 用刀尖去刺绣 2011年 尤伟他们研发出第一台210公斤负载机器人 但最初的重复定位精度只有0.15毫米 远低于国际一流水平 开始标定了 对 我们现在 尤伟带着团队拆解了机器人 整个传动链里的每一个机械传动环节 对传动误差进行分析 寻找规律 用算法来补偿 举个例子 比如说 车每次刹车都往前 多开了这半米 那每次都越界了 那我们下次就可以提前刹车 那就正好不过线 这就是所谓的提前补偿和判断 判断和补偿 通过新的补偿算法 今天这台210公斤 大负载机器人的重复定位精度 已经达到了0.072毫米 向0.06毫米的国际一流标准 又靠近了一步 我们称之为是一个又快又准又稳的手 强有力的手 然后这个手还能干细活 它做的精度还要控制到一个头发扫的精度范围内 所以它是一个灵巧的手 中国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企业有数百家 但是能够批量生产100公斤以上 大负载多关节机器人的国内公司不超过10家 大负载机器人 这是中国机器人企业 极带翻越的一座高山 汽车厂每几分钟下线一辆整车 这意味着机器人不仅要灵巧 动作还要快 因此又对大负载机器人的运动节拍 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一年前 这台大负载机器人的运动节拍 只有每小时1100次 研发团队不断优化算法 我们一关开始一条条看代码 一张张图纸来过 然后去死磕仿真验真之后 我们会直接导入到我们自己的控制器里面 控制器一定要自己的 如果不是自己的 我们这些核心的算法 我就没法导入进去 刚刚测试结果出来了 这台大负载机器人 运动节拍已经提升到每小时1700次 提升幅度高达59% 这又是一次巨大的飞跃 这十多年其实是个产业链延展 企业同攻关的过程 那现在好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就是 下游这个机车厂开始也愿意用过产机器人 所以会拉动整个产业链 往高端去发展 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后发起步 却一路奋起直追 这是一场与中国智能制造 共同奋进的追梦之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